公共卫生研究所在今年首次举办快闪就业 博览擂台赛 那么企业面试官还有毕业生面对面 短短三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决定到底要不要录用 那么时间非常的紧凑 不少的学生因为太紧张没有正常发挥 但是也有人充分地展现自信 当场就被录取了 学校老师就说了像这种快闪求职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时间 充分地来展现自我特色 并且要证明自己跟这个职缺之间的关联性 成功几率才会高 毕业生找工作面试开始 计时三分钟要把自己推销出去 所以对于文术的处理 就是比较这方面的经历 有人自我介绍的太僵硬 还有人在时间压力下 紧张到来不及思考 对哪个部分是感到兴趣的 对你的朝向是 No 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 首次举办快闪就业博览擂台赛 药厂科技公司等企业来抢人 和毕业生坐下来面对面 三分钟面试时间决定要不要录用 我觉得他相当的优秀 那我们决定就是他 其实我也花了不少时间 在准备自己的履历 然后还有自己训练自己口条演说 表现得非常的陆落大方 而且他言论上很有自信 然后我觉得在一个业务的一个条件上面 我觉得他是相当符合的 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其他的一些软实力的部分 包括团队合作啦 然后与人互动的沟通啦 在场学生全都来自同一所学校 专业程度不在话下 但参加面试的50人中 只有11位三分钟内就被录取 15位获得二次复试机会 如何脱颖而出老师说出关键 当你能够在三分钟推销自己的时候 表现的是一个企图心 但我在家里可能练习了好几个小时 这种企图心 这种积极的态度 我觉得是厂商可以看得到 说重点 展现自我特色 老师建议同学要找到自己 跟职缺之间的关联性 参加在短时间内打斗面试官 毕业拼就业 掌握小技巧 面试也可以无往不利 记得今天亿林凡的报道